现今社会似乎鼓吹男女可以成为好朋友 而让已婚者陷进精神及情感出轨 导致婚外情甚至离婚 信徒该有怎样的实际行为 避免这样的试探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信的试探乃是一个过程 它不是一个点 乃是点加点加点最终成为陷 就陷入了信的陷阱 正如雅各书所说的 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罪继长成就生出死来 一般上一个人陷入信的陷阱有三步起 第一被吸引认为对方很可爱 进入来往期 开始夜对方吃中饭以后是吃晚饭 开始的时候是在大众的地方吃饭 后来是到隐秘的地方吃饭 第二 信幻想期 脑海中一直想念着对方 在梦境中也梦见对方 甚至幻想与对方发生亲密的关系 最后就陷入了成熟期 很快的就陷入了信的陷阱 基督徒男女必须坚守一些基本的原则 结婚后就不应当跟过去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保持亲密的来往 藕断失联这无形中在孕育自己心中的欲望 这也是给魔鬼留了地步来破坏自己的婚姻 相反的 要努力营造自己美好的婚姻生活 与自己的配偶有和谐的关系 这才是抵抗陷入信诱惑的最佳途径 总之 千万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刚强 继续以过去的男女朋友保持亲密关系 像大卫一位如此敬畏上帝的人 也会陷入信的陷阱 我们也没有例外 在基督里谨慎自己 显得格外的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